哈喽大家好我是BO 今天支影片呢想跟大家分享呢 我最近整理出十样厨房必备的好物们 那这东西呢都是我每天在使用 像是砧板啊锅子啊铲子啊等等的 那这东西呢大部分都是从我一刚开始结婚买的 然后一路用到现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我天天都要用它们 这东西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用 那假如说你是新手人妻或是新手主妇 在买一些厨房用品 不知道怎么去挑选的话可以参考 像我今天推荐的这些品箱 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用了很值得买 那假如说大家对今天这支影片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啰 首先呢要先从砧板开始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砧板呢基本上我是逢人就推荐的砧板 然后呢它是从我一刚开始结婚一路用到现在的砧板 就是这两个 我跟这两块砧板真的非常的有感情 然后我是跟小玲姑姑的团购买的 那这个牌子呢是一个美国的牌子 诶这个上面没有 哦在这边 它是一个美国的牌子 它主打他们家的砧板呢是采用那种木浆纤维高压压制而成 所以它的那个毛孔会比较小 不容易吸收水分 然后也比较不容易发霉 那我觉得用下来确实它真的是没有发霉 就不会像是那种传统的砧板 你可能放到隔天它来试试的 不会基本上它过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它就变干了 那我自己手边呢有这两种不一样的砧板 这个呢我是拿来切水果跟熟食 然后这是拿来切生食的 那这个大小是M size 我觉得很适合小家庭来做使用 然后它这个设计旁边是有这种沟槽 就变成说你在切肉啊 或是切些有汁的东西的时候 汁衣就不会流到琉璃台上面 然后也有这个挂钩你就可以这样子立着 最重要的是后面有这个防滑设计 我觉得防滑设计真的非常的重要 以前我不知道 但现在就觉得有深刻的感受 因为其实琉璃台多多少少都会有水 然后当你在切东西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滑掉 可是像有这种设计的话 它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们假如说要买砧板的话 我很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砧板 那你用久的话 还是多少少会有一些切痕在上面啦 但我觉得完全不影响使用 光不容易染色跟快干 这两点我就非常的满意 所以这个砧板呢 我自己是非常的推荐 砧板分享完之后呢 要跟大家分享刀具的部分 那其实我一刚开始结完婚 买的是这个 日本金瓷的这个组合 那这个组合我记得买起 好像是2000多吧 它就有个三德刀 一个水果刀 跟一个这个消水果皮的 那这个呢 我也是用了一年半左右 然后有一次呢 我在切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没睡醒还是怎么样 我就切了那个没有退冰的培根 没想到这边就缺一脚 所以我这一把刀就没有办法用了 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的心疼 因为我觉得陶瓷刀真的很好用 陶瓷刀优点就是它切下去 是干净利落那种横切面 然后刀呢就是很利很利很利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要小心 它也不容易染色 不容易残留味道 就是非常的好做清醒 但是呢 只要你一切硬的东西就悲剧了 它就会破掉 然后就不能用 所以我自己真的是超心疼的 还好我的水果刀 跟这个小水果皮的还可以用 不然我真的会难过死 它这个小水果呢也非常方便 就是大小很适中 那我觉得他们家的刀是很轻的 所以女生呢要来切东西 是非常好上手的 我自己呢是真的很推荐陶瓷刀 那我还蛮推荐就是新手主妇 可以准备这样子一组陶瓷刀的设计 然后呢再配一个就是铁的那种三得刀 那我平常在切肉的三得刀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全连换 然后我觉得超好用的 虽然说它是用点数换的 但我觉得它超好用的 就是它也是非常的利 然后它的头呢是很尖 所以你要切一些比较细的地方也可以 然后后面这边也是有刀的 所以基本上你一次切下去 就可以从头切到尾 这个刀我觉得也很好用 所以我建议各位新手主妇们呢 你们可以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就是准备这四只 这四只呢基本上就可以打遍天下 你要切什么啊 或是煮什么都可以的 我真的觉得刀具不用准备太多 够用就好了 那假如说你只想要买一把刀的话 你可以买三得刀 因为三得刀我觉得是最万用的 就是最实用的一把刀型 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锅具的部分 基本上我锅子是非常注重颜值的 那首先呢先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以前已经有跟大家推荐过 伊德利的锅具 它是做像这样子 白色的设计是不是超美的 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灰色的 这个呢是不沾锅 然后我选的尺寸是比较小的尺寸 我建议各位主妇呢 在挑选锅子上面 建议要挑这样有一点高度的设计 尽量不要挑太平跟太没有这种圆弧的设计 因为假如说你太平的那种平底锅 基本上你要翻炒是没有办法翻炒的 你东西很容易不小心就 哎弹到琉璃台上面去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挑选有点高度 然后这边是圆弧型的这种设计 那为什么会选一个这么小的锅子呢 因为基本上我煮东西大部分都是煮给我跟我老公吃啦 又或者是有时候只煮我一个人的 所以太大的锅子对我来讲其实是不方便的 所以我建议小家庭呢 可以准备一个像这样子小的锅具 然后再一个24或是26的锅子 那样子就非常的足够了 然后他们家的锅子呢非常的便宜 尤其是在打折的时候买下来好像只要三四百块吧 然后非常的好用 我还蛮建议新手主妇可以考虑看看他们家的锅具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贵的锅子 就是这个韩国品牌的Fika系列 那这个系列其实我有三个锅子 一个是平底锅 一个是18公分的小汤锅 跟一个生锅 那这三个里面最常使用的是这个18公分的汤锅 它是做像这样子米色的设计 然后搭配这样子木色 是不是超漂亮 我那时候看到Fika系列 我整个就觉得哇 太美太美太美了 我一定要买 所以呢我一刚结婚的时候 我老公就买这个系列的锅子给我了 那它其实有附这个盖子 但是你们用的时候要小心火不要开太大 不然这边很容易会有那种烧焦的状况发生 那他们家这个锅里面也是一样是做不沾的设计 然后呢它的导热速度非常的快 它煮水很快就滚了 那像这种18公分的小锅也是很适合小家庭 你要煮两人份的汤面 三人份的汤面都可以 基本上我不太常去使用大锅 最常使用的就是这个18公分的小锅 我觉得这个大小呢真的很万用 假如说你锅子不知道要买什么尺寸的话 18公分的这种锅是特别适合小家庭的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他们家的锅子我觉得不管是颜值啊 还是它的那个不沾的涂层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 然后导热速度也很快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啊我忘记跟大家说 伊德利的锅子我不是只有那一个 我一共买了三个 那三个呢我都非常的喜欢 我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分享的影片 我今天这边就不多作介绍 因为我只把那一个跟这个拿上了 我大的那个我觉得嫌麻烦就没有拿上来了 但像这个就是早上加热吐司 或是做早餐煎袋是很方便 那大的那个就是平常炒菜都可以 反正就这三个锅子我觉得都很实用又很便宜 三个我记得买起来不用2000块 就真的超便宜的 接下来能跟大家分享我炒菜煮菜的工具们 因为刚刚分享的锅子沾板菜刀嘛 所以接下来炒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最常使用的就是这三样东西 首先第一个能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买了之后非常喜欢的这个 Lacuset的铲子 那这铲子很多人会想说 看起来就很没有入用对不对 错 它真的太好用了 我妈到时候看到它 她跟我讲说你是买半家酒的玩具吗 她就是不了解 这个东西为什么好用呢 这个东西拿来翻那种煎蛋 或是翻煎饼煎鱼都超方便 大家或者说你平常只是要小小的拌炒一些蛤蜊啊等等 用这个都行 基本上我每天做早餐都是用它 那假如说我今天是要来个快炒菜啊之类的 我就会选用这个 这个呢是生活工厂他们家的铲子 一样是颜值非常的高 那这个呢我觉得拿来炒菜炒肉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它可以盛起来的东西更多嘛 就可以做像这样的翻炒的动作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要做翻炒动作的话 我就会选用这个生活工厂的 因为它其实饼也比较长 你要翻炒的话是比较方便 但是假如说我今天是煎或是拌的话 我就会选用La Couset的这个 因为你看饼身就差蛮多的 所以在煮不一样的料理的时候 我会选用不一样的工具 这样子才是最省力的 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夹子的部分 这个夹子的部分呢也是生活工厂的 那我最近其实还蛮常用夹子的 因为假如说我今天是烫面 烫菜等等我就会用这个夹子 那他们家夹的这个套子都是可以拔起来写的 大家不用担心 那这一支呢是这样子大的 又是我今天煎牛排煎肉 我就会用这个大的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是在吃沙拉 我就会用这一支 它这样子就会打开 这样子就会缩起来 这个我觉得也是还蛮方便的 所以基本上呢这四支呢 是我觉得家里可以蛮必备的 一个大铲子一个小铲子 然后可以准备这个夹子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用品们 像是抹布等等的 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抹布有分好用跟不好用 我一直以往的那个印象就是 抹布就抹布嘛 但是这种我用到不好用的抹布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好用的抹布差这么多 那我最近用到非常喜欢的抹布呢 就是这个妙洁的超细纤维抹布 那为什么我自己很推荐这个抹布呢 首先它非常的柔软 然后它的吸水效果非常的好 比如说我今天流里台是湿的 我就直接这样擦过去 那个水痕就不见了 但假如说是布好了抹布会怎么样呢 就是你怎么擦水都在那里 然后它怎么擦怎么脏看了就很烦 但像这个呢擦过去就干净 那假如说你今天拿来擦 流里台也很OK 它上面这个纤维呢 可以把流里台上面的脏污 全部都擦干净 所以这个抹布呢 我自己真的超喜欢 光吸水这一点呢 就很让我满意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要买抹布 可是你走到大卖场一看 一整片抹布墙 不知道买什么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妙节这个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房间放了一条 厨房放了一条 厕所也放了一条 我真的是不能没有它 非常的好用 然后又很便宜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很久以前 有跟你们推荐过的 这个宜得利的硅枣涂 那这个硅枣涂呢 它是你可以放在 像是盐罐里面啊 或是面条罐里面等等 就是你需要干燥的地方 你都可以放它 那我通常都把它放在盐罐里面 因为其实盐哦 倒出来之后 它很容易会受潮 有结块的状况发生 那假如说你放一块 硅枣涂进去的话 它其实盐就不会有那种 潮湿的状况了 那我觉得有放跟没有放 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强烈建议 就是各位主妇们 可以准备一个硅枣涂 快放在你的盐罐里面 那这硅枣涂要怎么保存 假如你用久之后 觉得它那个吸水速度 没有这么好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放到烤箱烤一下 或是你要放到那个气炸锅 低温的让它热一下就行了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硅枣涂 放到你的盐罐里面去 你就会发现 豁然开朗 盐呢就是粒粒分明的盐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夹子的部分 这个夹子呢 我买了好多哦 那时候我今天我去IKEA 它就是卖一盒嘛 那它其实有大有小 但是我发现小的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路用的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买这种大夹子 那这大夹子通常呢 比如说我今天把一个东西开封过 然后我要把它夹起来 我就会拿出IKEA的这个夹子 那或者是我今天打开一个冷冻包装的东西 那我会把它这样夹子冰进冷冻库 这种夹子真的是不管你有没有在煮饭都很需要 因为假如说你没有煮饭 但是你开饼干 你要把它夹起来还是得需要这种夹子嘛 所以这个呢 我也是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必备一下 就是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生活小伙 但其实在生活中呢 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次整理出了 就是厨房必备的10样好物 然后我刚刚发现有一个漏网之余 就是那个IKEA的洗菜碗 那个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除了可以拿来洗菜 你知道立起来以外呢 你还可以把它拿来就脱水 就脱生菜的那个 那个我觉得很好用 我把那个照片放在这边 这个呢也是我每天会在使用的 不管是洗菜啊洗水果啊洗蛤蜊 我都会用那个洗 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推荐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 也希望呢这支影片呢 对各位新手人妻 新手主妇有一些帮助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